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到电话的保卫人员迅速来到了财务科 可财务科门窗紧闭 门锁也完好无损 他们看了看屋内也没有发现有人进入的迹象 了解到这个消息以后 在家的理科长也放心 可刚刚躺下的理科长还没睡着 他的手机就又响了 来电显示居然又是财务士的报警号码 又报警了 我说不对 肯定接下来的 你赶快给我去看 仔细写句话 把仔细写给我看 你一定看仔细一点 他的时候有漏洞 结果又打电话 估计情况过了十几分钟 我又给他打电话 他就过来看 就发现那窗子 一个灵的地壳子了 确实接下来了 当时是 轮廷一击加级10月67号 灵财量那段 然后是 他是在返局之空中 现在又有灵 接到报警 就是在红沙站一个冲振顺床 财务士被走了 在被盗的财务士 勘察人员发现 房间内的保险柜 被人强行撬开 可办工作抽屉和其他柜子 并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嫌疑人的作案目标很明确 这个从下来看 这个场面不是很另外 我们分析 应该是作案人 是抓门去 对着这个保险柜 作案目标 在被盗的现场 一段被剪断的窗龄 为警方指明了嫌疑人进出财务士的通道 封出窗龄 被撬开了 撬开打开口子 一个打球是 夸是20厘米 夸是45厘米 这么一个打球的口子 正是因为防盗窗被剪开的口子很小 所以在当晚 保卫人员第一次巡查时 才没有发现 而就当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 10月29日 警方又接到了新的保案 而当警方迅速赶到了新的现场 勘察情况时 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在另外一个地方 又发生了第三期盗窃案 在虹下 我们看了下场的时候 龙圈也接着爆完了 才有实验是在里面 转换手段 或者转换方法 基本上和两个都一样 都是把虹下 把这个方舟窗里 夹开一个口子 抓进去 两天之内 三起案件 三个保险柜被撬 这样的案件 在当地可是从没有碰见过 感觉有点类型方法 左台刚发一期 今天又发两期 后天是不是还有需要发案子 我们自身的案权 企业的财产权是不是能够得到保障 在一个公安设了这么多塔图 这么多喧逻 为什么还发这样的案子 所以说 岛队非常重视 当时马上组织就要成立状态处 接着就开始去透露工作 一组人员继续走访被盗企业 寻找新的线索 另一组人员开始了与现在已经掌握的证据进行分析 希望从中找到推进案件侦破的思路 就是这件案子的作案手法是比较有特点的 当时现场被撬的保险柜都是下面都放上了一些 垫上了一些衣物 应该说从盗撬保险柜这种特点来讲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特点 在被撬的保险柜下面垫衣物 可以消除撬压式的噪音 在三起案件中都有这样的做法 几次 三起案件中被剪开的窗帘的大小也相差不多 同时在三起案件中还都留下了另外的一个证据 发现现场的血验是相同的大小一样 然后确定了一伙人所为 种种迹象表明 三起案件为同一伙人所为 那么从案发现场一留下来的证据来看 这应该是一伙什么样的人呢 两天三起案件 在保安严密的财务室盗窃保险柜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胆大妄为呢 通过他的作案的特点 应该是外来流窜人员所作 而且是非常老道 非常专业 专门针对这个保险柜去实施作案 从发案的密集程度和被造企业 都是临近公路的形象 再结合当地近几年的发案情况 仅仅判断 嫌疑人应该是流窜作案 以前真办的案件来分析这个案子 就是说不符合我们本地人作案的特点 而且在这几起案件中 嫌疑人高超的盗窃技巧也让侦察员很为震惊 因为他自动摸进之后 他呢 他不会卡张座 马上就打电话 通知他呢 在直吧去保卫兰远 那保卫兰远就过去超开了 咋的口来这分析当成的情况 应该是有一个嫌疑人没处的 他还在这边 然后他看了那保卫兰远走了以后 他又开始继续活动 而就在保安走后不久 嫌疑人再次触碰了报警装置 李科长的电话才又响了起来 经过警方的询问 李科长两次电话响起的间隔不过十几分钟 据他推测 嫌疑人应该是一进一出时 两次触动了报警装置 那就证明嫌疑人的作案时间 应该就是这十几分钟内 你像我们普通人去开这个保险柜 用药池去开 然后再使用密码 也要可能需要一二分钟的时间 才能打得开 那犯罪嫌疑人从进入现场 然后实施作案 撬开保险柜 然后再逃离现场 这个时间也只有十分钟左右 能够迅速撬开保险柜 这仅仅是嫌疑人作案专业的一面 另一组搜集证据的侦察员 看到了他们更为狡猾的一面 就是他呢 他本身他创立就是尾围上 都有这个监控设施 都能配合这个情况 然后他去调取的时候 他创立了就是 关于监控地上 就是说 他那监控 从四家座 从那个摄像头回来 就调查方向来 监控器对的方向 本来是进出场区的必经之路 可怎么就转动了方向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测 警方到现场做了个试验 正常的摄像位发生了改变 分析呢 应该是犯罪嫌疑人 主动的去把他 去给他 把镜头给他扭转了 这个犯罪嫌疑 要是想看 周围拥有这种监控设施 他应该是发现了一个 过去就是想把监控求然放下 不仅如此 在另外的被盗企业的监控录像里 嫌疑人也很好地隐藏了自己 嫌疑人选择的路线 正好是监控中最模糊的区域 看来他们对躲避监控很在行 这些在以往案件中 屡见提供的高科技的监控设备 这次却没能给警方 留下可以利用的线索 应该说就是说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作案准备的非常充分 然后呢 这个犯罪的经验比较丰富 应该就是说 还是说的就是说 针对保险规这一类长期作案的 经验比较老老 手法就是很专业的 面对这样的犯罪现场 案件侦破失去了方向 鲜熟的盗窃手法 高超带躲避监控的能力 以往破案所常用的方法 被嫌疑人一一破解了 这是打从下场遗留的条件来说 我们也没法确定下来 一看回来的下缩 回来的情况 几乎都没有 几乎没有有价值的东西 还算从这一点上 当时抓紧做得非常激压的 就考虑到这个 从下场也反显到这个下场 从下场的基本情况来看 这些没有指向性的证据 其实就是嫌疑人设下的一个谜局 侦察员需要新的思路 去破解这道难题 其实 侦察与犯侦察 狗科技与犯狗科技 说到底 还是人与人的交流 还是犯罪分子 与侦察人员的交流 犯罪分子可以破解 狗科技一切 为侦察工作制造难度 但是永远不可能破解 我们侦察人员的智慧 面对这样的对手 侦察员反而也来了尽头 当然我们第一感觉 这个 怎么说呢 用一个加演号的时候 来了一个高手 所以我们也激起了 我们就是说 这个战斗的这个斗志 想尽快的把他抓到 现在侦察员最需要的 就是为一团迷雾的案件侦破 找到新的突破方向 这样的我们就考虑 首先呢 就是说 划定犯罪嫌疑人 作案的一个轨迹 把他作案的活动的路线 给他划出来 那后呢 我们就通过案件的串并 包括本市内的串并 包括销连地市的串并 最后呢 就串并了实际起案子 通过案件的串并 侦察员惊喜地发现 这伙人的确是流窜作案 而且光顾的地方还不少 实际起案子呢 从方位上来讲 涉及我们自博的 涉及太安 尾方 涟漪 莱武等地 就是在这些嫌疑人 曾经光顾的地方 侦察员终于发现了 他们留下的一个破绽 这几个地方呢 方案比较集中 从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清晰的 比较直观的看到 把这几个点 可以连成一个圆 而这个圆的原先呢 就指向了遗远 可这个圆心地点 遗远又能证明什么呢 从地图上看呢 遗远距离 你像莱武 现在这个 这个太安 维方 林仪 包括我们支川这几个地方 整个来说 可能它去 几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 然后呢 医院 方案相对的 也是 有方案 也比较集中 当时方案比较集中 所以我们 初步的分析 犯罪行业人 可能就是以 医院为据点 这个落脚点的确定 让侦察员 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我们 推测 犯罪行业人 是应该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当然 这个交通工具 是什么样的 当时是没有什么 第一印象没有确定 有了推测 就需要侦察员 在现有的证据中 找到相应的支撑点 而这个支撑点 就是第二起案件现场 留下的 一个不起眼的痕迹 尾场面上具体有 三米处左右 有两处 眼含 比较明显 同时 两个眼含 价格具体有三十米左右 同时在地面上 相对应的位置 地面上有两个 也有两个 两个手 有越坑 有越坑 有越坑之类的痕迹 我们两年大学 有四十米左右 这墙上的印痕 和地上的小坑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发现 加上这个梯子 这个工具 正后梯子有 前面有两个 两个杰克地亚 下面有两个杰克地亚 正后 上面有两个 我们下场上 上面有两个杰克地亚 下面有两个 下面有两个 有两个 杰克地亚 感觉这个 对于这个 我发现 应该是 梯子就裂过去 为了确定自己的推断 侦察员带着梯子 来到了现场 发现 与现场留下的痕迹 非常吻合 那就证明 嫌疑人一定是借助梯子 完成的作案 当时她在反昔 就是说 如果是说 她就地去摘货 她的妻子 她不会再走 所以说 她如果接着妻子 跑上去 而且走的时候 咱想她又没有发现 这种情况 当时 就是 起初的 就是说 刷的前面 应该是自己带着妻子 从这点上 就更加肯定 她又是带着妻子 她不可能说 就是 抗着妻子里 她总的一个 就从越手工具 所以这时候 这地医官去采取了一点 现场的证据 与串并案件 得出的推测 是一致的 那就是 嫌疑人 一定要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而且 应该是一辆汽车 这种推测呢 就是鉴于在对案情的了解 和对现场的分析 对犯罪嫌疑人 去客观的 去实施了这个犯罪行为的 一种 一种情景的推测 或者一种情景的在线 那嫌疑人开的这辆汽车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又要到哪里去寻找呢 分析她怎么去实施 完成了这个犯罪 怎么在合理的状态下去 做这个情况 能顺利的就是说 她能实施完犯罪以后 逃离现场 完成一系列的犯罪行为 从中我们发现一些相关的 对我们侦破案件工作 有帮助的一些线索 根据掌握的证据分析 这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 应该是一辆大众化的汽车 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 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空间 来装下一个梯子 在我们这个地区呢 比较流行就是说 大众化的汽车呢 有一类是叫面包车 这面包车呢 就是说空间比较大 分析呢 应该使用这种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你像大货车 它不可能去去 为了装一个梯子 开个大货车去做 虽然经过推理缩小了侦查范围 可侦查员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依然巨大 大货车从雅图地区的所有架空里面 外配上转来 所有的架空 应该到个有几万缺陷使用 所有的架空进行注意的操控 最后从咱们的架空里面 发现了最有下跃的一辆车 一辆普通的面包车 却让侦查员发现了疑点 这个车呢 在夜间凌晨两点多钟 在案发现场出现 同时呢 在夜间行驶的时候 驾驶员的位置 遮阳板 遮光板 放下来 这个不符合 正常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规律 深夜的视线不好 还要放下遮阳板 不符合驾驶规律 客车却与警方推测的 嫌疑人的行为十分吻合 就是坐在副驾驶上的 这一个一个人 戴着口罩 这两点呢 就推测就是说 他体现出来的就是说 他在刻意的回避 怕就别人发现 他们出现在这个地方 驾驶人员 驾驶人员 这种刻意回避的行为 与案发现场 嫌疑人转动监控探头的行为 产生于同样的心理状态 而这完全符合侦察员 对嫌疑人犯罪心理的推测 所以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还心烦 我认为这个车的嫌疑是非常突出的 突然之间 我抓到发行人肉出的马脚 他越是伪装 又是暴露了自己 用句话说可以说 此地无言三百两 为了确定 嫌疑车辆 有作案的可能 警方找来同样的车 又用梯子做了一个小实验 仅仅这条线索 还不能抓到嫌疑人 在突如其来的兴奋过后 侦察员需要继续冷静的思考 如何找到嫌疑人留下的其他破绽 而这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与推敲 在详细了解到案情以后 了解到一定深的层次以后 在我的脑海当中 就可能把这个像过动或矿电影一样 不断的推敲犯罪行人实施作案的这个过程 慢慢的去推敲 去在线 嫌疑车辆的锁定 让警方明确了追查方向 发现这个车的情况以后 我们马上 对这个车的全国的车牌 进行了信息的检索 发现这段车呢 是登记在 在张连区一个社会福利化工厂的名下 可随后的调查 却让侦察员之前的兴奋感荡然无存 嗯 结果到那以后 就被泡了一瓢凉的凉水 就这个厂子复杂人反应了 这辆车呢 很早以前 就被顶上转让了 这辆车被转让之后 有几亿骑驻 费尽周折 警方才找到了最后的车主 在找到最后一个车主之后 那车主还明确的告诉我们 他的车 在10年的1月30号被盗了 沿通车牌一通被盗 而且挂着嫌疑号牌的被盗车辆 也不是警方锁定的面包车 而是一辆轿车 一开始 本以为胜券在我 但是 查到最后 出现的结果 就非常不理想 好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没有 工作了近一个月 侦查又回到了原点 嫌疑人是谁 还是个未知数 而此时侦查员的干劲 却并没有下降 几个专业的面积 技术鸭 斩草鸭 线线鸭帕的面积 波国领导在一块鸭鸭 在一块就是 抓这个位置数 它们抓着就感觉到很有意思 所以在嘎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苦力的这一方面 同时感觉到也很有缩头 好容易抓到的狐狸尾巴 却被他轻易的从手中丢掉了 难道侦查的方向错了吗 自己呢也在考虑 到底哪里出的问题 对案件信息的梳理又开始了 侦查员的视线又回到了那辆嫌疑车上 首先呢这个车 的方向盘 是用红色的丝隆套包裹的 车内的这个后视灯上 后视镜上面 悬挂了红色的这个机箱15 车外 两面的后视镜上呢 都拴上了这个 红色的丝带 如此特征 让侦查员突然眼前一亮 因为这让他们想到了一个地名 有点想到了医院这个地方 因为医院这个地方 有一个民俘民俗 医院的老百姓都喜欢在汽车上 挤红绳 医院正是警方之前推测的 嫌疑人落脚点 而且嫌疑车的特征 也符合医院地区的封锁 这个车5点55分 是路的医院 此后呢我们 又对医院周围周围的 相关的路口 包括高速公路 车辆的详细进行的调查 结果呢 就没有发现这辆车 进一步锁定医院之后 出人意料的是 警方在医院的行动 却并没有继续放在这辆嫌疑车上 而是在这里开始找人 他作案的手段 用个词就是说 可以说非常专业 那么我们又推测 他是流窜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作案的 那么符合这个条件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我们可以划定一个范围 很快 一个79人的嫌疑名单 就被警方梳理了出来 其中一名何姓男子 成了警方重点的怀疑对象 何某就居住在医院 有个当地人秦某行影不离 而且行踪非常可疑 发现这个何某 以前在我们资博 曾经因为这个盗窃保险规犯罪 被判处有期徒行十一年 而这个钱某呢 也是有犯罪前科 非常巧合的事 他们两个当了五年的运用 又前科 又有盗窃保险规的经验 这与警方先前的推断十分吻合 而就当侦察员开始对这两个人 进行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一个意外却出现了 突然间 包括资博以及周围的地势 盗窃保险规案件 突然戛然而止 这时候警方的第一感觉 就是嫌疑人要留 因为我们推测 犯的嫌疑人是刘串作案 刘串作案的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就是来之即到 到之即所 到此为止 在十几个城市里 几个月中 盗窃保险规的案件 已经发生了二十九起 手中有了几十万的赃款 在山东挣了大钱 填满了自己胃口的嫌疑人 可能要换地方 我们资博地处路中腹地 公路和铁路交通非常发达 犯罪嫌疑人要跑 可能在寒暖的时间内 就能离开山东 很快 警方就在主要交通枢纽布下了重兵 同时监控了民航信息 结果 在调取的民航信息里面 赫某的名字 赫某的名字 赫兰出现在上面 就在领取飞机票的路上 警方设下了埋伏 不久 那辆寄着丝带的嫌疑车辆 出现在了侦察员的视线之中 这辆车开到我们跟前以后 经过观察 发现它就是我们前期锁定的 那辆坐上车上 而车上坐着两个人 也正是我们前面排查的重点 何某和秦某 嫌疑人很快被警方控制 在询问中 何某和秦某交代了自己盗窃保险柜的犯罪事实 还交代了另一个同伙李某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 嫌疑人又成功的躲过了监控录像 在几乎没有线索的情况下 战胜了如此狡猾的对手 此时此刻 侦察人员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所以阿子破了以后 将来都非常高兴 同时呢就是说 刮到面紧呢就是吃个饭 在一块做一做 就这么 弟兄们就感觉到非常高兴 经过43天的熬战 这个连续盗窃保险柜29起的犯罪团伙 终于成功落网 我家的侦破 有力诊涉了犯罪 只要做了案 最高兴的犯罪手段 也会留下痕迹 就一定逃不过法律的彼径 根据当地的习俗 汽车上系上红丝带 是为了保佑平安 嫌疑人也希望 车上的红色 能给自己带来运气 而他们没有想到 自己的违法行为 不但没有得到保佑 而恰恰正是这些标记 让自以为聪明的他们 最终还是在侦察员面前 无处顿逃